假设我们有一个题目 我是希望抓这个 随便抓一个 因为这个还蛮普遍的 因为每天大家都会看新闻 所以现在最新新闻是哪一个 许金龙 然后 但一直都还 等等的 这些新闻 然后 我如果想要把这些的标题 跟他的超龄也抓下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之前蛮多同学跟我讲说 每天工作就是要抓网页上面的什么资料 然后他怎么抓 每天都要Ctrl C Ctrl V 那你应该把爬虫学好 你这样的话工作就会节省非常多时间 你应该一整天时间就很够用了 不会每天还要 到下班事情还没做完 不可能 而且如果他要爬的资料越多 那爬虫越有帮助 而且有些网站他更新速度很快 好像那个雅虎新闻 好像没有多久 几分钟就一个新的新闻又更新 所以你旧的如果没抓到 等于你要C Ctrl C Ctrl V 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把这个资料 爬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其实 原理原则很简单 你可以拿之前的那个 写过的那个TQC的官网 那个爬虫的部分 拿来当成一个范本 反正范本部分包含就是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把原始码抓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 原始码里面抓下来 第二个就是 那你要找原始码里面的什么特征 那主要特征的话就有三个 包含就是Tag 或者是Class 或者是ID 可能每个网站特性都不一样 如果以这个网站来看一下 理论上我在想 它应该是用Classnet 所以你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一个 其中一个 如果其他的话 你也不用说每一个都要去检查 那我们就按右键检查一下 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个是我们要抓的其中第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放在一个什么标签里面 叫Spand 所以当然你如果要抓 你是可以抓Spand 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Spand 它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你将来 假设你抓Spand的话 只能抓到Inner Test 只能抓到文字 可是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抓超连结的话呢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抓超连结 你用Spand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超连结 它一定会是放在A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一定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Spand的外面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的话才是它外面这一层 那如果你要连超连结都抓的话 你不能用Spand这个名称 这个标签名称抓 因为会抓不到超连结 当然如果你说老师 那我只要抓标签没关系 那你就抓Spand也可以啦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们可以实际 那另外的话超连结 你会想说那我抓那个标签名称可不可以 那你其实可以找一下 这个如果假设你要抓的是小于符号A 这个标签名称的话 你可以验证Ctrl F 我前面讲过 Ctrl F中间就会跳出那个 就是可以让你寻找这个原始码里面的标签名称 比如说小于符号加一个A好了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多少个 所以你会发现光这个网页里面就有338个这个超连结的标签名称 那你要的是哪一个 那如果你要算的 之前我好像有试过用算的方式啦 不过338个用算的 其实我觉得不太合理啦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看看除了说标签名称之外 有没有类别名称是可以拿来当特征的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A可能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 那右键检查的话 看有没有class名称 A后面有没有class名称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class等于有没有 有class 所以如果假设啦 真的没有class 那你再用A好了 实在是没办法 硬着头皮 再用A这个标签 那如果他有class名称的话 那你用class名称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class名称 不过你会发现 哇 这class名称超长的 跟各位讲 这个class名称呢 如果这么长表示说 它其实不止一个class名称 它是很多个名称所构成的 中间都是加空白啦 所以它可能这里面的话 那当然了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啦 我只要知道说 这个class名称 是不是可以把我要抓的资料抓回来 就OK啦 如果假设你想要知道 你就很简单 Ctrl C 把class名称这边快点两下 它就会只有选取那一串 OK 记得快点两下 这个你慢慢 我是觉得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右边这个叫开发环境 如果你可以跟右边这边相处得很好啦 以后真的爬床就靠它了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 看就是使用这个右边这个区块 我觉得你可能要抓应该有点困难 OK 因为你要抓的特征都在这里面 有点像是你要警察办案 检察官办案好了 你就要知道哪些蛛丝马迹 你找到之后你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哦 按右键检查 那跳过来之后呢 这个它只有名称不行 所以往外一层 那抓到这个class点两下 然后把它复制啦 Ctrl C也好 或者右键复制也好 然后再用Ctrl F 这Ctrl F这一招也很重要 贴上一下看看 那看一下它总数量是不是36个 对36 那36个呢 其实我在猜应该就是123456 那每一个呢 每一个项目有没有 焦点应该6个 运动6个 刚好total就刚好36个 我猜应该没错啦 接下来就是验证啦 怎么验证 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不要36个 我只要前面的6个焦点就好了 那没关系啊 你跑回圈的时候 你跑0到5就好了嘛 你不要跑到最后嘛 对不对 可不可以啊 这个我想拿捏你就自己去衡量一下 好 所以呢我们已经有一个 这个大概的一个 这个怎么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激震的 就是这个class name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啦 如果你上个礼拜还写过的话 其实我教各位 以后的话就拿来当饭盆就好了 上个礼拜还记得吧 我们写过那个TQC这个抓官网的吧 那其实呢 你只要拿什么呢 拿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第八页的地方 就这一串啦 那其实我们总共有A1 B1 C1 其实有三个栏位 但是目前的话 我们其实只要一个栏位就好了 就A1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我只需要 首先当然第一个 我可以先在那个 我们的 这个我先把它 我先另外再起一个空白的 一个工作表 那将来可能有一个按钮 就是要下载 Yahoo焦点新闻标题与网室 那所以呢 我就在我的那个模组里面 就新增一个什么 Sub名称就是这个 这一串很长 如果你觉得太长 没关系你缩短一下好了 就下载Yahoo新闻也可以啦 只是我觉得要把这个 定义清楚 好 那你一样嘛 你就是先一个Sub 然后名称给他 然后按一个Enter 这边就有一个EnterSub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把呢 上个礼拜的这一段程式嘛 把它直接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哪边到哪边 从这边有没有 一直到哪里呢 到其实到A1的这边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一段的话呢 基本上就上面这一段其实是抓原始码啦 OK然后下面这一个Set 是去抓什么呢 抓他的ClassName 所以将来这个ClassName可以把它换成我们刚刚找到那个ClassName 他就抓到有36个 那我36个就加一个标题 加一个栏位名称嘛 然后就跑一个回圈 0到他这个里面所有的-1嘛 因为总共假设有36个 那他的编号从0开始 所以0到35嘛 所以要-1 OK 然后逐一逐一的把它放到A栏里面 抓他里面的InnerTest就OK 所以哦 把这一串 记得哦 到哪里到NAS这边 有没有 这个是第十一 第八页哦 所以以后这个都可以拿到范本 Ctrl-C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Ctrl-V 到这个地方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只要改几个地方 刚刚讲到嘛 我就抓到这个Class名称 所以把它点两下 记得哦 你不要点错哦 理论他应该就OK了 按右键检查一下 找到这个的上一层 找到Class等于有没有 点两下 快点两下 取消一下 他好像有点 按右键检查 然后呢 这边Class点两下 这样OK吧 不过 有的时候因为右边其实蛮恐怖的 不过你假设 你要看关键字就OK了 其他不相关的 你可能先不要管它 反正关键字记得像 Class等于后面那个 快点两下 然后呢 Ctrl-C Ctrl-C Ctrl-C之后的话呢 请你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然后把这个改成什么 刚刚那一串 贴上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把那一些 东西全部抓回来 有没有 然后呢 一样啦 我就把那一些 总共36个东西呢 放在A1好了 那标题名称的话 A1也许叫标 叫什么 叫标题好了 OK好了 比如说这个栏文名称 然后呢 把它全部抓下来之后 放在 I加2嘛 诶 奇怪 为什么找不到东西 网址没改 网址在这里 所以你把网址复制一下 然后一样把它贴到这个网址里面去 这样OK的 所以前面这个几个动作 基本上这几行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抓原石码 这个动作是从原石码里面找到那个class name 总共有36个 然后再把那些标题名称通通抓下来 所以我把它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 然后按F8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到底有没有成功哦 假如你不确定的话 有个方法啦 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哦 你可以把这个DIV 有没有 选起来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叫新增监看式 有没有 如果你真的要确定哦 你可以在DIV上面 不过记得一定是中断模式哦 然后按右键监看一下 按确定之后 底下会有一个 一个眼镜 有没有 后面的话就是这个DIV 里面放的东西 它是一个阵列 所以只要是阵列的话呢 前面都会有个加号 让你知道说里面有没有放 哎呦哎 有没有发现 它里面放的第一个item 第一个项目里面就放这个啦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还可以再去追里面的东西啦 所以显然这里面已经有抓到东西了 DIV OK 所以如果你要监看的话 确定有东西回来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把标题放上去 然后呢 再把第一个抓回来 哎 有看到 哎 这怎么不一样了 分 分析走势专家 换日必债等等 为什么哦 跟各位讲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 它又更新了啦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其实过几分钟之后 它又更新了啦 所以下一个我看一下 哎 这个是什么 新语集彩 割韭菜 什么就是 然后再来是这个刚刚 哎 对 又多两个新闻了 所以它等于新的新闻 我们 华为 卖一支 赔一支 好 那等于是说有36个标题啦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乱完 有没有 36个就OK了 所以到37 那没错 不过 不过 最后好像你说 老师那不对啊 还差一个栏位 B栏没有一起回来啊 那B栏怎么抓呢 其实蛮简单的 如果你要抓B栏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在TQC那个地方是 多增加一个什么 B1 它的栏位名称就是叫做超连结 可是在这边的话 你需要再多跑一个回圈吗 其实好像不用 因为这个回圈 它这个超连结实际上就是在这个A里面的HREF 所以 理论上它抓的话 应该是整个A都抓回来的 那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抓HREF的话 那就是跟之前一样 我可以在这个后面再加一个冒号 把B1的栏位名称也加在这边 B1 那B1的名称等于什么呢 栏位名称等于什么 等于超连结 所以 将来这个地方应该会多一个超连结 然后再把超连结全部抓回来 那全部抓回来的话 其实我这个地方并不需要另外再取一个回圈 因为它都是放在同一个阵列里面的 所以我只要在这边再多一个栏位 B栏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改成B 然后后面的话呢 其实只要改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是要它里面的文字 而是要它的超连结 所以这边的话只要打什么 HREF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取得什么 它的超连结 并且帮我把它放在B栏里面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超连结就全部都下来了 不过超连结还蛮长的 所以 这个就看起来好像蛮凌乱的 OK 不过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我刚刚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 我是直接建一个SAB之前 我是直接拿什么 拿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地方的 TQC Plus的这个证照名称的这个部分 拿来做修改而已 所以这个或许可以拿来当范本 就这一块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复制到我的SAB里面 建了一个另外叫做什么 下载Yahoo新闻标题 整个一堆名称 然后呢 我只要改这个 第一个是改这个 它的网址 第一个 这个一定要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CAS名称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一定要改 这个自己应该知道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A栏 这个不用改了 顶多是说我加一个B栏 B栏 B栏的话就是再把这个 这一个负质贴到底下 然后呢 改成点HREF 就OK了 大概这三个地方改一下 其他应该也没什么地方改 另外你说老师那如果我要 只要焦点的话 只要焦点 我不要其他 那很简单嘛 你只要在这个回圈里面 改个数字不就好了 改多少 改5就好了 0 1到5 就刚好6个嘛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只要焦点新闻的话 那这个数量改动一下 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